大家好,來到智庫通的知識補庫 在疫情期間,很多行業都受到衝擊 不過我們經常會說有危當然就有機 怎樣在危機當中找出一些新變化呢? 就像我們今天的主角 正正找到疫情當中有一些東西做出來 除了令大家更加開心之餘 亦可以為地球出一分力 林小姐,歡迎你 你好 其實真的說真的,疫情時大家說 怎樣可以在疫情當中生存 好像很多行業都有一個困局出現 但正正你找了這個機會出來 反而是疫情創出一片天 開始你的綠色事業 當時,我想兩年前,大家都覺得很前路茫茫 不知道疫情何時停 亦不知道效應會去到哪裏 為何還這麼有信心呢? 其實很多事情都是從心出發 因為這兩年多,你看不到前面的路是怎樣的 其實我們做傳統的製造業 一樣有我們前路茫茫當時的感覺 所以反過來的時候,你會想一想 到底甚麼是比較可持續呢? 變相機的不同的想法 你都會想,是不是這個時候 跳出你的舒適 zone 去踏出一個升級轉型的時機 我還很記得當時 其實是一個片段令到我很心酸 記不記得2020年在這個新聞裏面 當時口罩方 有一班老人家和一班朋友 在街上排隊去買口罩 買不到 我還記得一些很心酸的畫面 當時我就覺得 如果我們能夠利用我們多年的製造業 能夠可以將我們的知識 一些科研 可以做到一些能夠可持續的生活化的東西 變成就算未來前路茫茫 其實都是一個加分的方向 當你在想升級轉型 到底你升級轉型不是去冒險的 做一些比較有把握的東西 由於我們製造業都很多年在研發方面 是非常之多的 我們叫做寶物 在寶物箱那裏 不如這個時候就把這些寶物拿出來 但其實那一刻 證如你所說 有一種感覺就是不想冒險 因為怕一旦開始了 其實你就不能回頭了 但計數方面 過往製造業的廠 其實那些數字可能都比較容易計算 但一有疫情的因素在裏面 還有沒有數可計呢 當時打算開這個生意的時候 其實會不會都要作出一些 可能最壞的打算會是什麼呢 其實無論做製造業 或者我們做品牌都好 其實我每天都計算 每一天都是最壞的打算 以這個心態來出發 原因為什麼呢 我不想好像一些比較傳統的想法 尤其製造業 我們最流行說什麼呢 我們做了很多年 我們有一班老員工 因此所以很多的故事去說 這個僱員肯定是其中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一欄 但如果我覺得作為一個僱主 你能夠經常都問自己 每一天睡醒覺 你有機會去不做的時候 你是否再做 那個初心給你就是 原來我每天又愛上我的行業 所以我們將危機感 其實每天都沒有將它放下 但是你越是這樣的心態 你就越會發現 其實當你有選擇 你也是愛上它 我承認的 我是每天都覺得 上班的時間 可能再多一點更好 認識我的朋友 每個人都說 你有沒有搞錯 整天都不出來吃飯 其實我不是不想出去 跟朋友去休息吃飯 但是工作的熱誠 令到我們很想快點做多一點 能夠真正提供真正的方案 幫助人 這件事令到我們 無論是生產方面 正式已經在產業鏈 這個供應鏈裡面 由品牌和製造 將它合軌的時候 我們覺得能夠出發的 各樣的一些解決方案 更多 我們裡面可以有很多的方案 是忍不住地湧出來 作最壞的打算 其實就不品同悲觀 聽著另一人所說 你要作最壞的打算 但其實這是一個很積極的做法 反而是一個更加大的動力 就是每一天都要做得更加好 但Juliana 其實在疫情萌生 要做一些可持續的事的時候 每個人都叫你做手套女王 但一件事 其實是否就是想到 你一樣的產品覺得 怎樣可以在疫情期間 幫大家一起度過 或者是怎樣在市場當中 開出一條新的血路 或是否其實不是 那時口罩方 其實只要找到一個 大家都不算價錢 就已經去買 你覺得這件事會走得更快 那想法是怎樣的 其實這個稱號 只是一些大家很給面的叫法 實質我覺得自己 由第一天進入這個行業 或者到今天也好 我都真是一個不折不扣 很勤力的工廠 這個我覺得我是稱名的 其實最主要是這個家族的新勞 自己一路一路建立的基礎 在一些很難製作的基礎上 是令我打好一個很好的禁忌 很多人不會想起買手套 因為通常你去逛街買衣服 你就會買衣服 但手套都是一些 例如你以前香港人這樣計算 冬天去滑雪 你就會買對手套上雪山 但其實手套有很多方面的功能 我們將這個工藝 將它研發成 做更多更多的一些布料工藝 所以其實我們並非局限了 只是說口罩 其實好像一些衣物上的東西 我們如果能夠做到 是一些長久的解決 它能夠自我有一些滅病毒 和滅細菌的功能的時候 我們覺得並非只是說 因為大家要戴口罩 所以為一個這麼短的時間 去發展一個新的事業 而是可以是全面性的 由頭到頭 可以各樣都可以令到大家 減少一些機會去有疾病 因為其實都貫徹了 近年大家都說一個主題 就是可持續發展 就絕對不是說 輕於一時的 大家就說一窩蜂 看到很多的口罩生產商出現 很多品牌 但這些其實可能是很短線 檀花日然 但看到其實現在你們的產品線路 都很闊 基本上已經是由頭到腳 都可以變成另一種的時尚服飾 就是這樣去做 但我想問一下Juliana 雖然家族有一個廠 有一個很強大的後盾 但當確確實實落 我要做一個新的產品出來的時候 其實有沒有一些困難 原來是你想像中 沒有想過會出現 不是呀 有間廠工藝上又已經配合得到 沒有理由做不到 有沒有這些位置 其實中間都卡過 其實難關是非常之多 戴口罩這件事 對全人類都不是一樣 很習慣的一個行動 所以在裏面我們要如何去教育 一些大眾 其實有些甚麼是真的保障到我們自己 同時又可以保障到地球 其實這件事 是一個非常非常難的大關口 那麼我們的最大敵人是什麼呢 方便 當大家可能會覺得 我買了一次性 戴口罩就扔掉 感覺好像是 很快就可以處理了 但實質大家又知道 扔掉垃圾桶的下個心 想一想 又扔掉垃圾了 那麼這一方面 我們哪怕成為了一些 專利的科技 其實我們要將這個宣傳去推廣 其實有非常大的難關 那麼另一個難關是什麼呢 就是如何去找到一些 測試中心 它去有我們需要的測試 的那些儀器 還有有那個配合性 因為其實傳統式的測試中心 他們可能會測病菌 但測病毒其實實在 世界性來說 時至今日都是比較少 而我們更加對自己要求的時候 是希望不是做一些傳統式 例如24小時的測試 我們希望將24小時減到最短時間的一些儀器 能夠測試到 變成這些方面 其實我們尋遍全世界 亦都很感恩 終於被我們找到不少的一些合作伙伴 當中我們是 其實個心 贏到一些的科技 我們也不想只是自己去贏 我們覺得能夠為地球人類去做到一些 可持續 又可以其實可以更方便 或者一個成本更低的一些用的方法 我們很希望能夠 跟世界各界的人多些攜手去合作 但你要說回整件事 那個這麼新的理念 很多人還會覺得 真是驚奇 而我們都覺得整條路都是很驚奇 未來就算繼續有些什麼情況都好 我們如何去避免去染病呢 這是我們的初心 所以你說做生意 其實做生意以外 我們真正的以人為本的心 其實是跟我們平起平坐 不過我覺得另一個敵人 當時應該其實就是還有時間 因為疫情變化的速度 快到大家都覺得 為何又好像 跟之前的想法又不同了 稍後回來要跟Jolene人聊一下 要跟時間競賽 又有這麼多難關要克服的話 一天二十四個小時 怎麼夠呢 稍後回來再談 繼續回來自負通的知識寶庫 Jolene剛才也說到 疫情時已經萌生了創業的念頭 跟可持續發展有關 疫情期間大家最需要的 就是口罩 一些防疫用品手套 甚至乎你想到的 就是現在是有頭到腳了 三副鞋物都是包括在內的 不過你也有說到 有很多不同的敵人 在這個做生意的過程當中 我想時間 當時其實大家都說要爭分奪了 爭到幾條生產線回來 即是立刻要找一個正確的地方去做 但生產方面 因為家族方面已經是有一個生產線在 這個是不是真的不需要怎樣解決 但另外還有些什麼問題 其實當時是很迫切的呢 會不會我找店舖 我看到當時是整項城市 就是口罩袍 但熱潮很快又好像完全不同了 其實我們初初是沒有想過要開店舖的 一般你帶一個品牌來 尤其我們是由製造業的一個基礎開始 其實做一個品牌 實實在在都不是你說做就會懂得做的 我們本來的初心都是說 上網先吧 將最高的科技給別人 但你會發現 原來很多講解 以及別人需要去理解的時間 能夠被他們摸到碰到 甚至視大到 其實這件事是幫助到他們更理解 還有當你一個地方 能夠可以有一個環境 讓別人去慢慢不要好說 去理解一下的時候 其實這個是絕對加分的 當時的時間 其實其中因為時間很短急 亦都那個需求很大的原因 我們都很多時候 被不少的朋友都會說 喂 你們再不快點 沒有的了 別人出來了 別人出來了 喂 你又不快點 其實不要想那麼多未來 你眼前那麼多東西 你們已經有廠了 為甚麼你們不快點做 老實說 做盤生意其實成本都很高 我又怎會沒有想呢 但當你想到可持續方面 可能變得是一個短視的方案的時候 我看到這樣再下去 去發展一個那麼短時間 會將那個生意不能夠繼續的時候 那個熱情 我和我同事都立即減退了 但反過來 當我們可能第一輪 我們那個科技已經研發到非常不錯 但當我們一路研發第二輪 第三輪的科技 一路再將我們自己去挑戰更成功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這個可持續並不僅在產品 其實我們是需要連整個商業模特兒 都要整個都要可持續 這樣才是真正的一個可持續的做法 所以我都很早就立下志願 將昂貴的研發成本將它攤分很多年 我們的目標就是要將性價比最高的東西 反而是最快推出去 而反過來 可能很多人會說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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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們反過來 我們便會尋找一些可以是長期的店舖 以及一些能夠多些讓我們去教育不同的人 我們做了甚麼的地點 包括一些很有心的家族機構 他們都是很有心地在我們店舖的地方 他們都是一些我們思維非常相近的 一些明白我們在做甚麼的朋友 所以我們一拍就即及了 他們都在疫情這麼難的期間 作為一個業主 給了一些非常合理的租金給我們 令到我們從沒想過開自己的店舖的想法 變成了大家都知道在哪裏找到我們了 一個街鋪 其實我覺得有時獨力去做一件事 實在是很辛苦 不要說我是一個女性 變成如果我們能夠借力打力 能夠有些不同的合作夥伴 都是跟你的思維很相似 就等於好像聯合國所說的 SDG Goals 裏面的第17項 叫做Partners for the Goals 就是跟你合作的夥伴都是同一個思維的 當你的合作夥伴都是以這樣的思維一起去 有時大家的意見可以不一樣 但大家的追求都是一致 變成只不過將它做到盡善最後 你講到合作夥伴就要立即和你談談 因為看到其實你們是屬於一個新的品牌 短短兩年間 我看到你們就是一些聯成的方案 不同的項目其實是很多 已經有很多不同的合作單位 還有一些國際知名的大企業 一些都是已經歷史悠久的品牌 其實和你們都有一個合作在 作為新品牌 怎樣可以找得到一些幫助你 發揮得到聯成效應的合作單位 首先我們剛剛過了兩歲的生日 真的很感恩這兩年入面的 Milestone 所發生的事其實我個人都覺得 好像天氣是想我們做多些好事 在可持續方面真的和不同的方位一起合作 由第一個國際的超大的樂業品牌 去找我們的時候 其實我們當時都很開心 因為我們有些點在百貨店那裡 是讓它去逛街找到 然後我們當中的歷程 我們知道它的水平是非常之高 但是就是因為它的水平高 所以我們很喜歡 我記得我想我們跟它的香港隊伍 甚至它香港隊伍 跟它的美國隊伍 一起跟我們溝通的時間 是不分日夜的 幾十個電話都有 無限的電郵也有 我們將每一樣東西很細節地 將所有有證明的東西 我們才將它寫在口罩的包裝上 這個過程 聽起來的鐘頭用了很多 都挺累的 但是滿足感是多於一百分 其實由這些去可持續方面 真是很認真 還有它能力方面的聯繫夥伴合作 其實我們一直吸引了很多很多 包括了一些除了美國的大品牌 一些中國來的很大品牌都來 他們都是賞識我們 和很願意跟我們一起攜手 將這個真正的可持續落地 可以讓大家享受到 其實你們的品牌真的走得很快 阿玲就說兩歲生日照 但感覺上好像走了一條二十年的路 禁制了 因為你看到這麼多不同的合作方案出來了 產品亦都是一變十 十變二十 現在整個店都有很多角色形式的產品出現 可否說成績超出了你當初創業的預期 短短兩年間你做了很多很多項目 怎麼說呢 超出是想不到 我們可以那個產品的配合性 是可以用這麼多人的心 我們最開心就是聽到很多人過來說 除了知道科技是保護到自己 那個能夠一起去將可持續和環保的理念 我們發現其實很多人是願意走的 那樣東西其實當每一個人對我們的認同和讚美 在可持續方面做到 等於在我們的肩膀上拍了我們一下 你做得對的 但除此之外 其實我們貪心做了第三項 就是要美觀時尚 令到他能夠生活化 我覺得這件事 都是有少少超出了我們的預期 就是原來大家會為了不是除了要抗病毒等等 這些原因來到喜歡我們 原來他們都要為美觀走過來才行 那我又覺得其實我們香港人都比較 未夠成熟在這個可持續方面 在環保方面 那既然我們能夠各方面都做到的話 那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彈性一點 由美觀開始引起多些人來對我們有興趣 於是他就更加在產品裏面 願意多些嘗試和保護他們自己 那我又覺得跟傳統式 真是比較不同 真是一個新常態的一種做法 但這兩年對你來說 會不會是說都好像一個超過十年的光景 你很喜歡工作的 一定會想像得到你已經是全程投入 但見到公司這麼快速的一個成長 你會不會有一種愈做愈起勁的感覺出現 有的 我的口頭禪就是 為什麼人要睡覺呢 這是我真是一種很深信 和感覺到那個動力 其實我們可以人影響入 還有很有趣的 當你可能我們有幾個專利是拿到 一般的傳統想法你會覺得商界 拿到專利快點去賺錢 我們都想的 自問我不是說不想賺錢 不要誤會 但當你希望能夠生存到 或者可以賺點錢的時候 將它攤長一點 然後將你得到的東西 和你不同的界別的夥伴 一起攜手 一起進發 原來一加一是絕對大過二的 當你想到的時候 原來當很多人想不到前面 怎樣走一條路 不如我們有沒有東西 可以一起和你合作 當你肯這樣聯繫不同人的時候 大家拿個心出來 去為香港出發的理念 其實我們炸了很多很美 很開心 還有很有創意的東西出來 只是這件事 錢都買不到 我們真的很感恩 其實各界你說 因為你做一些物料 是不是就和物料有關的 品牌或公司合作 其實不止 香港有很多不少的NGO 或者一些 charity的團體 非常有心 但除此之外 其實很多商界都很有心 商界有他們不同的方面 他們做得很出色 但並非代表我們在布料上 或者科技上 有些東西 是和傳統式的格格不合 其實我們有很多東西 只要我們肯大家拿出一個方案出來想 我們不沽漢 我們很肯把資料拿出來 大家去研發 其實令到它贏 我們便贏了 最重要的是現在做生意 不是一定要做到我最大的 我是市場上唯一 反而希望整個市場更加大 可以容納得到更多不同的公司 其實那個局面 真的可以健康一些 發展對自己也有利 Juliana 不過講開你的生意之道 其實會不會跟小時候 看到家裡的廠 怎樣經營有關呢 下星期一齊回來 聽聽Juliana成長的故事 你現在正在看智庫財經的YouTube頻道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之後 按下小鈴鐺 我們有最新的訊息 和最新的影片 大家便會看到 我們還有一個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記得也要支持一下